海花岛体验退休生活的第五天 今天早上咱们熬个粥 然后六个嬷嬷 还有我们昨天晚上买的鸭货 吃完早餐以后呢 我们今天继续去逛一号岛 一号岛昨天只逛了很小的一部分 今天再去逛一逛 还是挺好玩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一间房啊 富士的公寓 一天的房价110 我们之前三天是130 然后后面一直续一直续 老板给我们优惠到110 4月份的海花岛 房价还是非常便宜的 我们这个海景 如果是同样的户型 不是海景的话只要七八十 只要七八十 是不是很划算 开饭了开饭了 熬的粥 小米粥 然后压货 凉菜 馒头 香吗 吃完饭再来个水果 芒果 刘们开心的一天即将开启啊 哼着小曲 就出门了 去车里拿的东西 去车里拿的东西 你坐哪 坐那 那我坐最后面吧 海花岛里到处都是这种四轮小电动车 5块钱就可以把你送到岛内任何地方 他们开价是10块 一般都能奖价到5块 都是在这边养老的大爷大妈 这也算是岛内的特色交通了 轻车熟路 接驳车走起 去往欧宝酒店 换乘高铁接驳线 美兰机场专线 2号岛川搜巴 3号岛川搜巴 观光小火车的游客 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 我们今天去欧宝酒店里面做个核酸 我们该做核酸了 顺便进去转一圈 这个酒店是一号岛上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有4000多个客房 你们觉得壮观吗 这个海花岛一号岛的里面 园林呀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好 特别有这种在里面逛游的性质 就是你在这里面不用去一些乐园呀 你就在这里面逛一逛 就挺好玩的 小孩子在这里多开心 这里面大株大株的这些树 肯定是移过来的啊 因为这个岛建好还没几年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树 对吧 这里面的园林找的真的可以 想要把这么大一棵树移过来 把它种活也是很难的 这个欧宝酒店旁边就是 整个海花岛的交通枢纽站 在这里可以乘坐到任何地方的车 包括高铁站机场 一号岛二号岛接拨车啊等等等等 我们今天来逛个植物园 珍奇特色 我们因为花旗刚刚换 然后我们刚种的一些花是已经长了 但是有一些是还没有长 所以你们进去的话可能看到的花是比较少一点 有但是很少 但是我们的樱花的话也是有的 然后其他这些都是正常都有 我一进来就闻到植物的味道 泥土的味道是吧 山坡上的这些花 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了 比较稀疏才种下去的 这个工作人员也是事先告知了 然后才买的票 我们一会去看樱花 樱花是有的 逛累了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 这里面适合三岁以下的小孩 适合那样子推个婴儿车车 进来逛游一下 带上点吃的喝的 婴儿车车里一装 然后进来走走停停 吃吃喝喝是吧 这里有一个室内的气侦馆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没开 我们进来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提前告知了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买票进来 这个树打了一个针 这个馆里面工作人员说主要是一些标本 并不是活着的植物 这个里面还有花灯哟 你们觉得这些花灯漂亮吗 云端部落上 这个不是文明人家吗 还真是啊 这文明人家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呀 文明人家族 对对对 文明人家族 文明人家族 你们猜一下是哪个动画片里面的呢 文明人家族 作课过ут课 你喜欢哪间房子 咕噜洞穴家族 哇唉 Ooh 我发现那树上有个绿绿的 琴琴 好大一棵 我要去上面看 跟我一起走吧 好的 你看不到吧 我闻到了水果的香味 这菠萝蜜喜欢长在树干上 这里还有一棵芒果树 我们来到了学居人的家 咕噜家族 哇这里面居然有一个厕所 整个一号岛里面的绿化和园林规模非常大 需要很多的工人来维护 我们就发现一小队园林工人 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到点下班了 回去休息 这只是众多园林工人中的一小部分 整个海华岛估计有几百个园林工人 这个维护成本还是挺高的 只有大量的游客才能支撑起这个成本 这块区域还挺漂亮的 这个好这个好 我看 哇 對對對 嗯 跑得還挺快 這個植物你養不養熟 哦我們家不是有一盆這個嗎 然後養死了 還有嗎現在還在 這塊蠻有意思 其實這種沙漠植物景觀 只有在海南的沙漠上才能看見 我們新疆的沙漠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只有在海南的沙子上才能長這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不是叫龍蛇籃 怎麼樣 我居然認得這種植物 這個叫龍蛇籃 整個植物園呢也是分了好幾個主題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沙漠主題 我個人覺得也是最好看的一個區域 喜歡看我們視頻的朋友們 一定要多多關注 收藏這個自駕遊系列的合集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期視頻的內容了 你看這個叫龍蛇籃吧 自己過來看是不是叫龍蛇籃 知道為什麼我知道它叫龍蛇籃嗎 因為一種酒叫做龍蛇籃酒 對就用那個做的 嘿喲不行你自己去搜 然後就叫龍蛇籃 李旭白 你們說得到 翻頑 我們不會錯過 你們看 还有一点残留的樱花 花海 现在的花海的花 刚换了花期 种的新的花 好像就是我们这个30块钱门票 就是打的折的 就如果说这里面花是满的的情况下 好像不是30要贵一些 现在是淡几 好了再往前走我们就出去了 感觉体验下来呢 我最喜欢的区域就是仙人掌区域 沙漠区域 结束 可乐比外面贵一块啊 一块可以接受 咱们现在坐一号县区无动力乐园 我们接下来去这个无动力乐园 无动力乐园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动力的 滑梯啊 这个可以 维护保养 失望至极 这边开门 啊还是有的 这边有个规模要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比楼下的好玩多了呀 这个地方真的是 消耗小孩体力的好地方 大人可以得到休息 小孩可以消耗体力 这一大片区域也是暂时不开放啊 花梯多棒 这个区域呢 夏天应该是会流水的 转了一圈啊 目前开放的只有这么一小块区域 不过这块区域已经算是很大了 比起小区里面的 算是很大了 这个 这个留梦可以在这玩上 一段时间了 烫屁股哦 你要不要玩一把 我不要 我不要 没事 玩下去呀 不想挖了 待会再挖你 嘿 嘿嘿嘿 哎喲 早回事 其实想看植物来这也可以看 不用掏30块钱 这里也有仙人掌 这一片也可以玩 这一片适合小小桶 这是小小桶 哇那边还有 我看到一个塔片 哇这里这里 这个地方好 直营水 能喝吗 没有 这地方真的是和老年人带着娃娃过来 过个冬啊 太棒了 我觉得 这个不烫屁股吗 屁股疼不疼 100公斤呢可以 可以100公斤呢 来开始 嗯 这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试试阿 咱们 捡上两个垃圾 嗯?没反应 哎呀这玩的 我的天哪 这是我在海花岛交了一个朋友 她叫妞妞 我们在这一块玩了 这就交上朋友了 一起玩了 玩可乐去自动收货机买瓶水 这里面自动收货机还是挺多的 价格呢比外面稍贵一点 可以接受 这边又是一对工作人员 我看他们正在发放福利呢 一人一袋大米 岛上的人员管理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好我们走了去吃饭了 我是渴啊 你不能走 可以走 不能走 不能走 还想我 再玩一次 再玩一次 什么都是最后一次 这两天我们在一号岛观光下来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环境非常好 这边的硬件设施都是崭新的 园林绿化都特别的精致 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 就连扫地的阿姨也会给你打招呼 待在这里很舒服 整个一号岛也非常大 如果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每天过来玩上一片地方 一个月都不会重样的 感觉这里真是养老带娃的好地方 尽管网络上说海花岛怎么怎么样 有一些不好的评价 但是我们过来体验的这几天呢 还真是挺好的 花费也不高 玩的也舒服 你们觉得呢 我们继续来吃麦当劳咯 刘萌萌今天玩高兴了 看这状态 有小朋友一起玩就是不一样 赶紧赶紧给他来个套餐 这次咱们把麦当劳吃个够 你吃完一下 可以吗 吃点 吃饱了没有 嗯 这家麦当劳真的装修非常棒 而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啊 咱们去双子沙滩看个日落 我们今天就结束回家休息 嗯 岛上的这些店啊 这些商业街会越来越多的 哎呀 没有带这个桶桶产餐 跑着玩 好行可以跑着玩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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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处 这是水上娱乐项目 这个沙滩上的这个躺椅可以随便玩 呵呵呵呵 这个东西好啊 把伞打开 我们这个散打开之后啊 这个阴凉跑到后面去了 哦 还可以这样跳 哦 还可以这样跳 我们这个散打开之后啊 马上看日落了 我现在走到这个双子塔下面的这个盆碰子下面 上去看看是什么 玩玩玩玩沙子呢 这还有冲沙池 西郊池 水果捞是什么 饮料呗 太阳落山 海花岛愉快的一天又结束了 这个一号岛的桥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沙滩其实是一直连到那边的 海花岛的对面很多的房子也跟着长起来了 我们在这等接驳车 回家 我欢迎您来到海花岛 车辆庆库 请坐好福稳 这不坐 我不饿 我不饿 我再买点 那怎么下 我们要买点东西先不坐了吧 来怎么买东西 玩的再给你们 玩事的吧 我们早晨坐的才5块 来吧 你们买啥呀 买点吃的呗 行 255栋 255啊 对 那你们俩坐后面 嗯 我坐这边 你也回家了吗 等一会儿吧 今天哪这么多人 过年前排两趟队付钱 过年啊 还一样 过年人多吧 过年前嘛 现在就是疫情影响的我跟你说 要是没有疫情啊 这全是人呐 这地方过年前就排两趟队付钱 都负责 哈哈哈哈 就那样子 走走走走 你刚来还不太了解 我们这两天呆的没啥人感觉挺好 可能人多了就 没多了就不好 体验 对 没有这个人多的 我跟你说没疫情感 感觉像那个啥的一样 哦 我晚上这玩的可多了呢 还这样 嗯 还可以下铁 好 嗯 回家了回家了 在外面浪了一天 回到我们的房间 嗯 外面已经开始唱起来了啊 喝个冰镇的汽水 结束这一天的生活 来上一杯 缓解这一天的疲惫 听着楼下的小曲 听着楼下的小曲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